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们这一档 我先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 这是台湾著名艺术家 也是高雄师范大学的教授 吴玛丽老师 大家好 我左手这边的女生 是香港著名的女性艺术家林兰 你好 这边是台湾的艺术家 也著名 对不起 这五名艺术家 也是台湾关渡美术馆的策展人 吴达坤先生 大家好 最后这位是何祥宁美术馆的策展人 王东先生 大家好 今天我来大概主持就是关于这个沙龙 就是这一档的 但是主持之前呢 我现在要有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本来这次的这个沙龙的谈话的主题呢 叫我们从未不认识 但是呢我看所有的翻译都翻错了 或者说中文也写错了 英文也写错了 中文写的是我们从未相识过 那其实是跟我这个主题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从未不认识 实际上是否定之否定的肯定 我们早就认识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两岸四地的这么一个 一个关于艺术交流啊 关于一些这个 我做了一些有关两岸四地的这个艺术交流计划 所以呢我们起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说虽然现在四个地方 由于历史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种种这样的一种关系 导致了两岸四地呢 它有联系但是也有隔阂 那么从2008年的时候呢 我呢在何湘宁美术馆呢 就一直在做叫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 那么这个交流计划呢 到今年已经做了第六届了 我呢今天刚从台湾屏东美术馆来到香港 是因为昨天第六届的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 在台湾屏东美术馆开幕 那么当时这个展览的活动 或者说这个项目实际上是由何湘宁美术馆来牵头 和倡导的这样一个旨在加强两岸四地的这种文化艺术交流 来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项目 而这个项目一直在持续 那么从目前来说大概有100多个两岸四地的艺术家在参与 因为我大概有一个原则就是参加过一届的就不会再参加了 那么这样呢使这个参与的人数呢越来越广泛 那么同时呢我们每一届呢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主题 不同的一种展览方式 比如说林兰和伍达坤 他们都参与过这样一个两岸四地的一个项目 那么吴玛丽老师呢 他参加过去年我们做的第五届两岸四地的那个研讨会 吴老师作为一个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和嘉宾也参与过这个活动 王东呢他是何湘宁美术馆的策展人 所以呢他也参加过一届关于两岸四地的这种艺术交流计划 那么所以这个项目呢是一个持续的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不断地来加强两岸四地之间 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一种沟通和了解 那么同时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交流活动 那么四个地方的这个艺术家 和四个地方的这种艺术家之间 以及策展人之间 以及不同的机构之间 他们究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刚才说了 大概有一百多个两岸四地艺术家参与过 大概有二十多个策展人也分头参与过这个项目 那么大概有八个艺术机构 也在不断地参与和沟通 其实在这样一个不同层次的和不同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问题 也有很多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一种障碍 但是可能恰恰是由于交流有障碍 才导致了和构成了对交流的这样一种欲望 那么原来比如说我是大陆的一个策展人 那么原来大陆的这种当代艺术 更多的是从传统文化资源和中国现实资源 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 那么许多的艺术家 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从这两方面资源来汲取和来表达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当代性的体现 可能更多的是从地域文化 或者说具有比较生存的这样一个现实状况之下 产生的这样一个艺术作品 但是随着全球化包括两岸四地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往来 它的当代性的体现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所谓地域的这样一种方式体现 其实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圈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国家 不同族群之间的这样一种磨合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 来体现这种所谓当代艺术的创作的一种当代性体现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我作为主持人呢 我只是起了一个头 因为时间也有限 我想呢可能更多地留给我们请的嘉宾 邀请的嘉宾来谈谈有关两岸四地的这样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这样一种体验 比如说吴玛丽老师其实早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就跟大陆的艺术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联系 比如他们同时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大展 那么那里头有台湾艺术家也有大陆的艺术家 那么现在呢吴老师呢 当然跟香港的这种联系可能更密切了 一直就非常密切 当然也包括澳门 那么所以我想呢 首先请我们资深的艺术家吴老师呢 就是大概其实就是谈谈体验啊 因为吴老师也做这个艺术 完了也做一些策展 做过出版 做过翻译等等 做了很多的项目 我想呢这方面吴老师的这种体会 比我们在座的其他四位呢可能更丰富 所以下面呢我想请吴老师首先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吧 好 谢谢博弈 如果要讲两岸四地确实 我是在大概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我过去在德国念书 所以就比较有机会在欧洲活动 然后也因此就认识了大概中国第一批 比较早 我所谓第一批是只在80年代的时候 到国外去的 尤其在天安门前后的时候到国外的 那那个时候当然也因为策展人费大为的关系 所以跟当时的一些艺术家 包含像蔡国强啊 谷文达 徐斌啊 黄永平这些人 是比较有机会接触的 那我们的年龄大概也都差不多 那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当然就是 因为我来自台湾 那在欧洲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或者是甚至后来也到日本 跟这些艺术家合作的时候 当然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一方面呢是 我作为来自台湾的艺术家 我们可能会对于现实政治比较关心 那中国的艺术家呢 很可能因为在这个欧洲或者所谓的西方世界火药 他们的作品可能探讨现实比较少 相反的可能更关注在传统的符号的运用 或者是寻找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思维比较多 所以某种程度的那个时候呢 感觉上好像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那后来当然就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本身 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变化 那我在96年也算是第一次到香港展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香港也面对九七的问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香港的艺术中心 第一次在香港做展览 那个时候我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周边 其实这边离那个税务师或者是移民署非常近 那我在96年第一次比较长时间在香港发展作品的时候 最引起我震撼的就是 我看到那个人一圈一圈地排在 从体育场一直排到这个移民署 就是为了拿最后一次的那个英国的那个 应该是叫签证吧 那那个那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当然的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香港那个时候在面临要回归的一个问题 所以非常多的人大概能够离开香港的都尽量的离开 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未来会是怎么样 那这个也促成我当时在96年 我在香港第一次发表作品 我做的就是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那那时候我就很想理解说 到底香港的朋友们在想些什么 那当然这也显示出我当时 我自己对于这个现实政治的关注 可是当时在香港其实艺术家非常的少 那一方面是香港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这个地方比较是以商业为主 那文化艺术在当年是比较弱的 那同样一个时候我想在我跟大陆的接触 其实也是非常少 大概除了北京几个像栗仙庭几个人之外 其实接触不算多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去看当时的所谓两岸三地 那时候当然还没有思考澳门 会觉得说那个整个文化的状态 以及政治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那一直到最近几年 我看到香港当然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后我就会看到说 香港目前的整个变化 其实非常像我在80年代所体验到的台湾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年轻的人 他们更关心的这个现实政治的问题 然后也试图的用文化艺术的方式 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个政治的看法 那这个对于政治的反思呢 某种程度的又会把人带到 对于这个所谓文化认同的一些思考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 其实香港的这个年轻一代 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种文化的状态 这些状态其实对我来说是熟悉的 可是某种程度我觉得香港 它有不同的文化脉络 例如说过去这个流行文化在这边是 或者大众文化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他们在艺术的表现上面 是跟长明比较接触的 可是相反的我们在台湾 关心这些文化艺术的 毕竟某种程度的好像都是艺术精英 那我们其实跟长明的那个对话方式 是比较有落差的 那我最近也因为受邀去参与那个深圳的双年展 所以也去了深圳大概两次 然后我其实就非常惊讶的发现说 我可以在深圳去思考台湾的过去 因为我想深圳也慢慢地步向一个 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但是它过去的那个发展历程 基本上跟台湾的模式是非常类似的 也就是说深圳是可能比台湾更极端 台湾早期在例如说从60、70年代 也就是二次战后以后 当台湾慢慢地步向工业化 现代化的时候 其实是大批的人口 大批的所谓的民工 从中部南部是往北 或者是往南到高雄移动 所以台湾的人口移动是在 我想比较剧烈的应该就是60年代的时候 那70年代其实慢慢慢慢地 有一些工厂就开始外移了 那到80年代 非常多台湾的工厂是到大陆去 那我们却在深圳可以看到 一样的大批的年轻的民工 它是从中国大陆各地 然后涌向了深圳 或者是附近的东莞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某种程度的 当我到深圳的时候 它又开始帮助我去反思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从一个社会 从农业化然后进入到工业化 它所会出现的非常多的 不管是移动还是那种流离思索的那种状态 甚至于在寻找自己新的未来 那这个就成为我在深圳 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 所以如果总的来说 如果所谓两岸的四地是包含深圳 香港 台湾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这里头好像有一些 就是说大家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的过程里面的一些体验 然后那些体验呢 可能在不同的时空 很可能重复的出现 但是那个重复出现 并不是说它是一模一样 而是当然在不同的时空 它有一些不同的面向的一些转变 那这一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养分 也就是说过去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去 它很可能又在别的地方再度的以不同的面貌显现 那因此我也觉得蛮幸运的 就是说我到了大陆的时候 尤其在深圳这样的城市 好像某种程度的又开始帮助我去反思 台湾所走过的一个过往 包含香港的经验也是 那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儿 谢谢吴老师 其实刚才吴老师谈的两个方面吧 我还比较有一种同感 或者说有一种认同 一个就是吴老师在刚才谈话的当中比较强调 就是比如说台湾曾经的一些现代化过程 城市化过程 现在在深圳或者说在大陆的很多城市也在开始 那么当然大陆有特殊的情况 因为它是在1979年才标志着所谓中国大陆的这个文革的结束 和改革开放的开始 改革开放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社会转型 那么这种社会转型其实就是向西方学习 往来走向所谓的现代化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其实比如说在亚洲 我们在讲叫亚洲四小龙 包括台湾 新加坡 那么当时在70年代是一个起飞的阶段 那么大陆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在听吴老师讲的过程当中 就是谈到所谓的这个文化认同 就这个呢我一直也比较关注 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前年2012年的时候 是民国成立100周年 那么在大陆呢叫辛亥革命 这个100周年 那么在大陆呢就形成了一个民国热 就是很多的人尤其年轻人就比较关注民国时期 尤其是抗战之前的二三十年代 那个时期的一些辉煌 包括上海的辉煌 还有种种 完了呢包括对中国大陆的 有些历史上的一些 的一些重新的认定 重新的审视 包括重新的一种梳理 那么更多的对民国文化呢 是一种特别认同的这种心理 那这个我在考虑 比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 虽然它有一个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 或者说有一个这样的仪式 但是其实真正的香港人 并没有由于1997年的回归而认同 所谓的大陆文化 那么可能中国传统的文化是认同的 但是呢 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种文化 其实是不被认同的 其实本身这里就有一个错觉 或者不是有一个落差 或者说有埋下了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我也知道 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其实跟中央政府的这种对抗 特别的明显 包括有很多艺术家 80后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的一些作品 其实更多的是带有这种挑战和抗争性的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跟这个大陆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一段时间 很多大陆的艺术家 在抗争这种 各个方面的这种 比如专制啊 限制自由啊 民主啊 就这方面也表现得特别的一个明显 所以这两方面呢 刚才吴老师跟我说的这个呢 我引发一点 一点联想吧 那么下面呢 因为我别再耽误更多的时间 我想请这个林兰呢 可以 就是她作为一个香港艺术家 但是林兰的身份呢 也还有一点特殊 就是她是从福建移民到香港 什么时候 就是你多大的时候 12岁的时候 所以她等于是12岁从大陆 等于移民到香港 完了定居在香港 现在作为一个香港的艺术家 那她的身份呢 可能跟比如几代在香港 或者出生在香港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那么我想请这个林兰呢 作为一个香港的艺术家 又参加过两岸四地 或者说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 在香港啊 在台湾啊 还有在大陆都有一些联系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林兰小姐的漫谈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用我来去讲香港 其实蛮奇怪的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我很不香港的 然后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吴老师说的 那个97年那个排队那个 我当时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结果呢 就是我有最后那一批的护照 后来就犯了 就是因为发现 特区护照更好用 所以 等于你就放弃了那个 对 那个是英国海外 那个公民的护照 所以我觉得 当时的情况是 大家都有一点像一个 我们叫做抓水泡的那种 就是救生圈的感觉 所以那个印象我是很深 后来有一些作品也做那一种 但是我觉得在香港是 比如你看冯老师 你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年轻一代 就是八十后那一代 其实呢 我是很尴尬的阶段 就是我们 比如说以我现在 当时毕业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艺术是 其实对大家都是蛮遥远的 因为我当时是 97年的时候毕业的 但是97年毕业的时候呢 就是前辈他们 都97年把事情都做完了 因为当时要吵要闹的 还有就很大幅度的那个 就比较反抗的那种都做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呢 就是千禧 刚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香港 是最不知道在哪里的 因为香港的策长人也说 香港就是错过了一个 最好的机会 走上世界舞台的 因为当那个 所有的世界的那个 那个镜头都对香港的时候 但是我们后来 97以后的艺术运动 其实少了很多 然后一直是到 前夕后期的时候 才发现就是那个 越来越热闹起来 直到最近这么几年 所以我是算是最 最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 所以那几年我一直在 一直都在海外这样 飘来飘去的 也不知道 飘到哪里去 就碰巧飘到 你们的手上了 所以我以前 我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身份很尴尬 十二岁来香港 就广东话又讲不好 然后很怕给人家知道 我是内地来的 那时候八十年代 那个 启示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好像 都要把身份给隐藏起来的 到后来呢 反而是在我在海外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中国人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经验 尤其在东南亚的时候 尤其当我去了台湾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很不一样的 然后我去纽约的时候 又发现 我这种的人 真的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海外 还有就是从内地人在海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可能就是英文还是有一点优势 这样子呢 让我做朋友之间呢 我就好像有个优势 老是把人家翻来翻去的 然后呢 回到内地 就是做那个展览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的感觉是很不一样 我第一次觉得 我完全不怎么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 我以为我自己了解 尤其我是那么迟才到香港的 所以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要去认识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经验 可能其他的香港人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但是那个是很强的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他们从来不认识中国 所以他们很想 就是之前已经预备了去认识中国 我是觉得我一早就认识中国了 然后我是没有预备情况 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奇怪 这个字我也不懂 我以为我自己懂 然后他们说一些笑话的东西 我是完全听不懂的 结果闹了很多笑话出来 因为我以为是可以帮他们做翻译 结果我翻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翻什么 所以这个文化冲击是很强的 当时 而且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已经就是大陆的那个艺术市场 是非常风波的 但是香港好像 那艺术市场不知道在哪里还没有发生 其实到现在我们也其实没有说 你看到香港艺术家不是真的很多的 所以那种对比非常强烈的 你会发现 然后跟台湾的又不一样 我们以为跟台湾的 其实那个味道很类似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 台湾的那种感觉 又跟内地人又有一种有点类似 比如我觉得台湾就是很义气的那种 跟内地的也是一样的 在香港也很少说什么义气 古瓦宅才会说义气 然后好像我们 我们艺术家之间 很少说什么义气的东西 所以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觉得 因为在香港听到的 都是台湾的政治的东西 所以我每次去台湾 我就每次都是对台湾的政治很有兴趣 但是呢 真正到下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 也不是很多人在做政治议题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所以这种的经验我觉得 对所谓的一个大中华 这种华人的概念 我觉得 开始 开始觉得 自己从哪里来 好像重要 又或者其实也不重要 其实还有新加坡呢 他们的 华人他们说 他们不是华人 还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我 这两年 在东南亚 看华人的事业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这个意思 谢谢林兰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 简短回答 下面时间不多了 那你 比如说你这种身份 还是比较丰富 比较复杂 对吧 它跟那个 比如说就是香港出生的 或者几代在香港 还是有所区别 那在这个 你的艺术创作当中 这种身份的这种 纠结也好 焦虑也好 认同也好 它有所体现吗 也就是换一句话说 你的这些作品 可能跟其他本土的 比如香港艺术家 差别大吗 有差别吗 其实我的作品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哪里 老是在寻找的 所以我结果呢 其实我很多的合作都是跟那些 比如说我那个妇女那个 其实他们有一些人都是从内地来的 因为在香港这样子 当时我跟他们谈天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要讲太多 就明白大家的处境 所以就很容易沟通的 然后我的作品也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每次反而也因为这样子 很多说很多话就在不言中 然后就在作品里面出现 但是其实在香港这一块 如果人家说研究我这种身份的 其实比较少 就没有人去把这种东西提出来说的 人家都是看我为什么会做那些 为人服务 他们说我是为人服务 我说不是 我是人家也跟我一起服务的 这样的意思 反而在纽约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身份 比如说林哲徐儿那些作品 在中国餐厅的那种福州人的感觉 那个是一个地域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是在飘着 飘到哪里呢 就发现那里有我的祖辈的一个脚印 这样的感觉 谢谢 谢谢林兰 下面我们有请台湾艺术家 也是关渡美术馆的策展人 吴达坤 吴达坤因为他又是艺术家 又做策展 包括去年还在高雄市美术馆 策划了一档展览 还获奖了叫什么民国来的 后民国 叫后民国 其实也是针对这个民国 文化民国时代 包括现在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 所以他的身份也比较丰富 同时呢 其实他在亚洲地区 包括今年还在日本策划过展览 也都是有台湾 还有日本 还有韩国的艺术家 所以他这方面也是一直关注在这个方面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达坤 聊聊 谢谢冯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关注的 从我自己一个身为艺术家的一个养成背景 然后从研究所大学毕业之后 就开始到欧洲到美国 在亚洲各地 然后进行一些租村的一个一些研究项目 还有一些作品的创作 那其实在当时候 所有的那些身份认同问题 其实对我来讲是 我离开台湾之后 它才产生才引发出来的 就是说 当我身为一个东方或者是来自台湾的艺术家 然后如何在欧洲 在美国 在日本 去立足 或者是说 如何去进入到他们的一个各地 不同的一个环节 或艺术环境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是 其实会跑向我身上来 那其实刚刚 玛丽老师也提到说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 关于社会性议题的部分 或者说其实在早年 台湾的政治艺术 应该是从八九年解研之后 才开始有一个 比如说那时候的社会 从一种张力的一种解放 从过去的一种非常intention 非常紧张的高压的一个起始 一下子被打开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能量跟力量 其实都在九零年代爆发起来 但是就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 那段时间其实我们是错过的 其实我们在 比如说我从研究所大学毕业之后 其实是九零年代的末期 那其实那段时间我们 就像刚刚林兰也提到说 很多的前辈都把可以做的东西 其实已经处理过一阵子了 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的时候 像我们那一辈的台湾艺术家 其实反而比较关心的是 自身的一个命题对于如何去回应 比如说网际网路 一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如何带给整个社会 或者说我们自身之间的一些微小的 比较细微的一些观点 所以在两千年初期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 微观点或微策展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的一种出现 那其实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反而慢慢慢慢的一些 台湾从97年一直到 就是开始有策展人这个概念 被引进过来 从在台北双联展 然后在一些国际的一些 我想问你是双联展开始参加之后呢 就是台湾开始用一种策展式的视野去加入了 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舞台的时候呢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台湾艺术家开始思考说 如何去前进到亚洲 或者是前进到世界 这样子的一个脚步一种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 开始也产生了许多种面向 其实有些艺术家会针对了 比较细微的 比较微小的事情 去做一种观察 有些艺术家会针对社会性的遗体 来做观察或者呼应 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种种面向 我觉得其实在2000年以后 整个台湾的一个艺术发展 或者说在年轻艺术家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种脉络 的产生跟出发 那对我而言 其实从约莫在2006年的时候 开始我们意识到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台湾 我们还是以中华民国 来去称呼这一个国号 那在当下 其实我们意识到说 其实所谓的民国百年 就是跟刚刚方老师提到的辛亥百年 已经即将接近 那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在高雄美术馆就策划了这个 后民国的展览 那这个后民国的展览 它其实是呼应着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 或是从解研以后的台湾艺术家 如何去看待民国政府持续的延续 它的一个政权在台湾的一个面向 还有从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教育 的一个背景 如何来去呼应这样子的整个的议题 那其实也就呼应到说 在台湾身为 不管是华人也好 或者是台湾人也好的 的一种在自我的认同 或者是意识形态 或者国家认同的部分 那渐渐的呢 其实我当然也因为 就是许多的一些展览的机会 在亚洲 或者说在欧洲 有美国有些活动 那这次有一个机会 就是说我从做完后民国的展览 我们开始去思考更大的议题 比如说整个亚洲性的议题 那也是因为说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 关渡美术馆工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一个展览 叫做关渡双年展 其实它就是一个 亚洲性的一个双年展 那每一次会有十位艺术家 来自亚洲各国 来自亚洲各个区域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让我自己更深刻的去 联想到说 那亚洲性的一个脉络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谈论 那亚洲性的一个政治状况 或者社会性 因为其实在目前当今来讲 我们整个亚洲都面临到了一些 比如说跨国的一个文化 或者是说国际的一些 全球化的一个冲击的一个状况 其实各地都产生了很多 比如说破迁 杜更 然后核能议题 在这些议题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亚洲艺术家 其实在各个城市 各个地点 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在呼应这些社会性的脉络 那在这样子的当下的时候 所以我们开始有了这个 如何去规划 AAA这个展览的一个想法 那经过了几年的一个筹划 所以在今年在日本 还有现在在台北 在关东美术馆 我们也把这个议题抛出来 就是透过跟亚洲艺术家的一些 互相的工作认识 然后如何的去 其实就是说如何去用一种 亚洲性跟大陆性的一种关系 来做一种呼应 因为其实在中国的话 可能中国是一种 大陆性的一个思考 那其实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 比如说是从围绕着中国大陆 整个外围的一个 我们讲叫黑潮的一个 海洋文化的一种思考 关心的一个角度来去 跟这个大陆性的文化 来去做一种沟通跟交流 因为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 这一次的对谈里面 其实冯老师这个题目 我觉得取得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我们未曾不认识 但是其实可以透过 不同的一种文化的 切入的观点或角度 来去做一种有趣的 深刻的一种交流 那我觉得也是一种 很好的一个奇迹 那我大概就说到这边 谢谢 谢谢大坤 我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就是你作为一个台湾的艺术家 又是策展人 因为你刚才谈到 你做一些跟亚洲性 亚洲概念的 或者说这个范围 是一个亚洲概念的 一些展览 那么比如说亚洲的一些 其他的艺术家机构 包括策展人 他怎么看待你 把你看作是台湾国呢 还是大中华呢 还是中国呢 就是这种 因为我是大陆的嘛 所以我没有这种体验 就是他们怎么来看待你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差别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问题的部分 就是说其实这又牵涉到说 我们自己怎么 就是说像我自己身为一个 从台湾出去的艺术家 我怎么去看待说 我所认识的 比如说香港或者中国或者澳门 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那其实我觉得这东西 是有一点慢慢被改变的 因为其实在我们从小 就是接受过 那个国民党的党国教育的时候 就是从小念的课本 就是告诉你要做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是其实慢慢的等到 我们出去到海外的时候 发现这个文化差异跟冲击 其实还是有的 那其实我们会透过 其实我是觉得说 透过彼此的一种认识沟通交流 其实反而可以更理解到说 像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港片 我认识的香港其实都是从 就是港片里面 像有的花啊走行驶 这些香港的文化去理解到的 就是我们看到香港 是现在这个状态的样子 但是等到我真正来到香港的时候 我发现香港的面貌 其实跟那时候的电影里面 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尤其是这从97年一直到现在 整个就是回归之后的 香港的一个面貌 然后也从认识的很多香港艺术家 或朋友的身上 得到了很多的一些可能印证 那我们就会思考说 那就是说身为一个 我们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继续跟中国或者继续跟大陆 这边来做一种沟通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或许是我觉得外面的 就是外面的一些国家的艺术家 或产产机构 其实大家都是用一种比较平等 或者说比较对等的一种观念 来交往的时候 在这样子的关系之下 我觉得你用 因为其实在文化的部分 跟政治的部分 其实你很难去把它做切割 因为很大部分 它是连带的在一起的 那至于说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另辟蹊径也好 或是去面临这些问题 那这些其实 我觉得身为文化人也好 身为艺术家也好 我们其实可以用更多有趣的 有想象力的方式 来去面对现实的一个现状 谢谢 谢谢达坤 抱歉啊王东 因为你最年轻 我就把你安排在最后发言 虽然时间很紧张 那个王东呢 是何湘宁美术馆的 这个比较年轻的策展人 80后 就是刚才我在前面提到的 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 第五届的时候 王东呢 是作为何湘宁美术馆的策展人 来参与这个项目 那么第五届的题目叫 交叉口异空间 那么我想呢 请王东呢 就是说他在深圳 在何湘宁美术馆工作 做策展 那么他又参与这个活动 他包括他跟香港跟台湾 其实联系也很密切 比如说他还去 关东美术馆驻村 完了也去过很多次 台湾 香港呢 更是常来常往 所以我想 下面由这个王东呢 大概可以谈谈 作为何湘宁美术馆的策展人 怎么来看待两岸四地 谢谢冯老师 其实呢 我们何湘宁美术馆 在2008年 就一直在 那是第一年 来开启了一个叫做 当时还不叫 两岸四地的 艺术交流计划 其实第一届的时候是有深圳 深港澳 深圳香港跟澳门三个地方 因为当时是第一届嘛 也考虑到台湾 待会我会谈到台湾的问题 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就刚开始说第一届 那还是要做的 就别那么太困难 所以就选了深港澳三个地方 那后来就一直做到今年是第六届 其实何湘宁美术馆呢 它是处在深圳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殊 然后其实我们美术馆也希望 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 那么来架起深圳 香港 澳门 台湾四个地方的艺术交流的 这样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说要专门针对于这四个地方 一个是地理上的优势 另外呢就是 就是我个人也觉得就是深圳 香港澳门台湾 其实我们这四个地方 大家都是可以说我们的文化 或我们的这个习惯 都是同根同源的 那至少我们都是亚洲人 而且我们都是书写汉字 说普通话 或者比如说台湾的朋友 我们叫国语 那我呢刚才冯老师有提到 其实我是一个生在大陆 长在大陆的 一个地地道道的 内地人或大陆人 为什么不太喜欢大陆人 这个称谓我觉得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土 就一说是大陆来的 你说内地呢 就觉得听起来秀气一点 就觉得还有一些尊重 那一听到大陆人 因为最早我记得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是台湾 那时候老师 我记得是三年级 老师说 有一篇课文叫做 我们的祖国宝岛台湾 就是说里边盛产甘蔗呀 水果呀 所以以后呢 大家就是 以后有志愿考大学的举手 我记得当时我举手了 还有一个同学 是两个 最后呢 确确实实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考上大学 然后后来就说 你们有一天 一定要去祖国的宝岛台湾 看一看 那真的是一个宝岛 因为物产非常的丰富 那后来我确实也去过台湾 所以当时呢 其实我从小生在大陆 我所受到的教育 应该就跟达昆兄不太一样 他是受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教育 我呢 其实是受共产党的这个教育 所以从小就是热爱祖国 一定要热爱党 而且以后一定要收复台湾 解救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所宣传 就是说台湾的同胞 包括我们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这些小朋友 可能还是在受苦难 所以我们长大以后 一定要好好学习 把他们收复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对台湾最初的印象 那后来呢 对澳门的呢 是我后来就是 在和洋经美术馆工作以后呢 有机会去澳门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比较奇怪 因为我们申 比如说我们申请这个 香港的这个签证 我们现在因为我是深圳的户口嘛 所以我一年可以申请 多次往返 这个我体验特别深刻 就是你可以有指纹 然后非常快 如果没有指纹的话 你就会很慢 就有的时候会排五个小时 才能来到香港 所以比出一次欧洲拿签证还要难 那么去澳门呢 就是说 你第一次申请完了之后 七天 七天完了之后 你再申请 一定要等一个月之后 你才能再申请 所以就会觉得 我就觉得 尤其是对于我一个80后 我有点不理解 就是香港澳门都已经回归了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有 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或者说我作为一个80后的大陆人 我是有四个 你看一本护照 一个港澳通行证 去通香港跟澳门 还有一个台湾的证件 我要专门去台湾 要服务 所以后来呢 这是我最初的对港澳台 香港呢 我记得我08年第一次来香港 也是在会展中心开一个会 我呢 这一点跟林岚有一点相似的经历 是因为我的外语还比较好 当时呢 因为也不会说广东话 然后呢 就说要问路怎么去 我记得当时我用大陆 普通话嘛 因为我北方人还算标准 但是他们一听就是北方人 就不愿意搭理我 然后就像没听见一样 或者听不懂啊 你在讲什么 后来我很气愤 我说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 是一种歧视 后来我说那你歧视 OK 我讲英文 他就很热情 然后告诉我 你应该去拿拿拿 所以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们虽然大家都说一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习惯差不多 但实际上就像今天的这个题目 我们从未不认识 但是我们都认识自己 都认识大家 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由于我们的这种文化 包括我们的艺术创作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是跟他所在的地域性的文化习惯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他毕竟做一个社会个体 那所以他要从他所生存的环境当中 汲取创作的养分 所以在第五届的这个展览策划过程当中 也跟四地的艺术家 艺术机构有所沟通 但是非常的困难 这种困难有的是在这个申报的程序上 比如说香港这一边 他可能申报要三个月 那台湾呢 比如说他一定要加上 比如台湾势力什么什么 或台湾国力什么什么 那我们就不能出现国这个字 因为台湾在我的教育过程当中 台湾是属于大陆的一部分 当然我现在 我作为一个80后 那我觉得我的视野 不应该是只局限于 所谓的地域或国籍的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 很狭隘的国族主义 那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 跟这四地的艺术家 跟艺术机构交流的过程当中 给我的一个反思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自身的文化 比如说大陆 那现在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但是这种急剧的经济的发展 导致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包括我们思考 对人生 对我们自己的思考 就完全脱节 那我觉得这种脱节 如果再继续下去 那最后会让整个人的精神的东西 灰飞湮灭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包括我们 这个四个地区的 对吧 我们华语圈的 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来 来认认真真的思考一下 说我们是谁 包括我们 其他的这些 讲华语的 这些地区的 这个艺术家也好 或者我们的艺文同仁也好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 我们过去的历史 包括怎样来处理 我们这种看似同根同源的文化 但实际上又 就是完全不一样 很窘异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这也是我以后 会继续探究 或者继续研究的一个 或关注的一个点 我大概讲这么多 谢谢王东 因为刚才王东 谈到他的这样一些经历 其实我也有 特别大的体验 比如说今天 我是从台湾高雄 坐飞机到香港 过海关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有把握地 拿出港澳通讯证 完了他看 他说不对 你是从高雄来的 你得拿别的证件 我说拿什么证件 他说那你有什么证件 我说我还有一个 就是香港 叫入台证 他说你拿这个就对了 就搞得我非常糊涂 因为他说你从大陆来 你用这个港澳通讯证 你从台湾 你就要用入台证 我之前没有这样一个经验 所以我就想 万一这个证件不合适 可能又会被阻隔 那么实际上 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 很近的例子 包括王东说的这样一个体验 其实恰恰是两岸四地的 这样一个现实处境 那么这种处境和这种隔阂 其实更多的是人为的 那么有时候我又想 人生可能就是不断地在设置障碍 完了在跨越障碍 谢谢 我们今天的沙龙 我们这档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吴老师 林兰 吴达坤 还有王东 谢谢 谢谢 谢谢